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令到野田非常头痛的问题 野田表示会以灾后重建和重振日本经济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 着手编制这个财政年度第三次的补充预算案 为灾区重建提供资金 以便灾民的生活可以回复正常 这份预算案规模会超过10万亿的元 透过增加税收包括开征环境税 增加石油 煤炭税的税率 作为重建的资金来源 由全国去到分担重建的开支 在野党虽然表示会在重建的方面提供协助 不过税收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在野党甚至在执政民主党里面 都对于加税存在着反对的声音 就算预算案是获得通过 推行的时候都可能会遇上阻力 而日元持续高企的问题 野田皆宴就重申 政府和央行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压抑日元的声势以刺激出口